丈夫一巴掌打在妻子的脸上 仅仅是因为他和小鲜肉在一起 还被拍下了不雅视频 更可气的是 小帅竟然当着杨伟的面 播放了视频 这种奇耻大如哪个男人受得了呢 于是他把所有的怨气都发泄在小美身上 因为视频里小美不但没有抗拒 反而很享受的样子 最终杨伟被气得跪倒在地 此时的小美愤怒了 决定尽快结束这罪恶的一切 他走进那间酒吧 找到二狗和小帅 接着掏出准备好的匕首 恶狠狠地刺了过去 没想到被小帅一个箭步躲开 两个人也扭打在一起 愤怒的小美质问他 为什么占了便宜还要拍视频 拍就拍了为什么还要给杨伟看 最后小美被小帅控制住 就在这时杨伟赶了过来 看着妻子正在受折磨 杨伟立刻掏出了500万的支票 而他也如愿拿到了所有录像带 可没想到小美如此配合小帅 还很享受的表情 这让杨伟非常难受 此时的小帅看着漂亮的小美愣住 突然联想到之前美好的时光 可就在这时绳子断了 小帅也被身后的二狗一刀刺死 没想到这狗血剧情来得如此突然 在场的人都吓坏了 只有小美异常的冷静 他拖着小帅的尸体 把他藏进冰箱里 然后关上冰箱门 接着穿上风衣 轻松潇洒地离开这里 这是一部非常小众的电影 从头至尾我都没有看明白故事情节 但里边展现的画面确实非常好看 如果想要这部电影的资源 请在评论区告诉我 与 mond福 energy 对我实际上屁股通 Boden 是一部没想到 连续不绘де 如果你太过分�로 之後